各位可以看到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题实际上就是要请各位产生一个年历的话 这个年历就是当然 最好是你一次性的 自动就产生一整年的年历 当然会更好 可是一整年的年历要如何产生 最好当然不是动作越少越好 你不是说你慢慢自己一个个慢慢填上去 那很花时间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要 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轴就是 如何让你用的那个动作越少 自动化的程度越高 效率自然也就越高了 可是问题你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你可能要需要会比较多的一些方法 那这些方法当然以 以那个比较简单的 也许从函数再到也许比较 有没有比较更进阶或高阶的函数的应用 那可是问题呢 函数它当然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它怎么用 它还是必须要有一个透过的公式 把结果传送到某个储存格里面 才能够达到你要的目的 那当然函数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办法改变格式 如果你要改变格式的话 像这一题 我希望礼拜六礼拜天 帮我换颜色的话 因为一整年年历里面 礼拜六礼拜天要不一样 那当然你透过函数 函数是没有办法改变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改变格式的话 像这边它还好有提供那个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除了用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外 其实也可以利用那个VBA里面的Sub VBA里面我们上一次上课有提到 它至少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按按钮 那个就是所谓的Sub 那第二种就是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就是弥补那个什么 可能你在插入内建的函数的时候 会有找不到那个函数的问题 那如果找不到 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定义出来 因为你定义函数那个函数之后的话 其实你的工作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可能本来也许你要设定很长一串公式 才能完成一件事 那当然你如果有个对应的制定函数 相对的你只要提供给它 那它要的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他们以这个地方来看 VBA它大概就是解决一些 比如说第一个用按钮式的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工作全部串联在一起 可以一键完成所有的动作 那这个自动化的 这个当然你这个币后面 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到底要串联多少 你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制定函数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就是来再探讨一下有关 如果你今天遇到那个日期跟时间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那首先第一个 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格式 像各位可以看到 在Excel里面呢 预设的格式 预设的那个日期一定是西元年 年月日 中间用斜线分隔 那这个是标准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一个格式长得像这样子 来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你可以切到today好了 比如说今天我要得到今天的日期的话 那当然插入函数里面你可以切到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日期时间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today today函数里面的话 你要按确定 它没有任何的引数 所以你按确定它自动会给你一个今天的日期 当然除了用today之外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now 这个now函数的话 也是可以得到你要的那个日期 你会发现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那哪里会不一样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两个选取之后 按右键出现格式 出现格式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它的格式 改为时间的话 那时间里面有一个年月日加10分好了 不要秒 或者10分秒 这边应该底下 我看没有 那就10分好了 年月日加10分 按确定之后 宽度不足你把它拉宽 各位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today 它的时间会是12点 now的话它比today多一个 就是说现在的时间 所以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取得的 不是只有日期 而是要日期加时间 那你用now 如果说你只要时间 你用today ok 那这个Excel 像有些程式语言里面就有now 它反正两个都给你 你要的话自己把时间拿出去用 不然的话分两个好像有点多时一局 你刚刚有个闹就好了嘛 不过也没差 反正你知道有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用透过这边来练习 像综合练习里面的那个什么 像年 年的话用民国年 一月日加一个零 然后呢斜线改成点 后面加一个周期 那可是像这样的格式你要如何制定出来 一般如果你要变更 假设我们这两个按右键出现格式 如果你要变更格式通常会从那个右键出现格式里面这边去变更 那你可以看到日期里面 如果你要变更那个民国例 中华民国例的话记得 在底下这边有一个那个中华民国例 就是形式例类型 那当然呢这个中华民国例部分的话呢 也只有台湾的繁体中文才会有 所以之前有同学呢 他的电脑里面一sell里面就没有 为什么呢 后来我问他说你是不是英文版 因为有些外商公司他们用英文版 所以英文版就确定没有这东西 因为在其他国家里面 他根本不需要这东西 所以理论上当然如果建议的话 如果将来你们要用那个 今天还是少用 为什么 因为你要就是国际化的话 那这怎么跟人家接轨 你给人家东西 中华民国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比较好的方式他还用 那不过这一题是因为可能 假设我们有这种需求 OK 那怎么样改成我们要的结果 其实一般的习惯是 你可以切到其中一个 比如说底下一个比较接近的 90斜线 有没有 然后3斜线 14 其中一个比较接近的 那可是问题这个只有接近 但不等于啊 不一样啊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切到接近的之后 特别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点击自定 点自定的话呢 他会自动帮你把刚刚的格式 带到一个修改的画面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找到接近 但是不完全一样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修改 OK 所以其实同样的观念 以后如果你看到一个格式 不完全一样 那你也可以再自定 那自定的原则 里面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找里面的规则 反正你点下去 制定你会看到它里面实际上的程式吗 他透过这种 这个叫应该 叫正规化的语法吧 或者规格化的语法 他可以帮你把 某一个格式给做出来 那比如说像这边 可以改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把斜线 有没有 斜线改成点的话 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有没有 斜线改成点 Delete dia 你把它改成点 第二个的话我希望月跟日 如果个位数就补0的话 那很简单 记得 这个地方请你多个M MM D的话就滴滴就可以了 MM滴滴 这样的话意思是两码 意思它如果 个位数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补一个0 这个规范的话 其实不是只有在Esser 好像在很多其他的 像SS也有同样类似的方式 也是格式的话 那最后的话还缺什么呢 还缺一个周期 刮弧 有没有 所以先到后面打一个刮弧 打在那个滴滴的后面 然后如果要周期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输入三个A A A3个